我相信购买房产事件大事 贷款高达30年 一旦做错决定 辛苦搭工多年的技术 化为乌有 一旦住了进去 可能还要熬个5年10年 今天和你分享3个玩法 让你成为房产投资大人 大部分人买房都是听朋友讲 或者跟着朋友进场 有些甚至是去shopping的时候 被销售拉了进去 给了一些promotion 立刻下定 买不买都是靠听或感觉来做决定 买对买错很大几率 都是靠运气 有没有想过property agent 或property investor 很多时候都能够买对房地产 赚到不清不楚 到底他们是如何思考 如何做决定的呢 首先要搞清楚 购买这间房地产的目的 不外两点 自住或者是投资 什么叫自住 自住就是自己搬进去居住 或者是买给家人住进去 重要是看地点的方便 户型、环境、邻居、社区、物业等 那么如果买来投资的话呢 投资有三个目标 第一 增值 第二 租金回酬 第三 保值 增值有分短期和长期投资 一般有三个玩法 第一个玩法 短期投资 选购有潜力的新项目 或低于市价的二手房产 今天用最低的资金进场 甚至是零售期 最大化你的银行数额和贷款麻均 等交务后 立刻转售 赚取差价 第二个玩法 拍卖市场 在拍卖平台 挑选你心仪的房产 查询附近的环境 物况和居住状况 做好功课 包括索取房产POS 到物业查询 有没有拖欠 管理费 水电费 递税 门牌税 准备好银行汇票 准时到场 进行投标 切记要有足够的资金实力 以便银行贷款拖延 或reject 能有足够的现金拿下 拿了锁时 翻新后 高价出售 专期暴力 第三个玩法 长期增值 选择有潜力的发展区域 最好是靠近CPT area 未来有十年的发展计划 包括地铁 高速公路 商场和设施等 尽量在第一 第二期进场 买下 出租 cover房贷 等翻倍时 再转售 第二 租金回酬 升不升值 不是第一条件 高租金回酬 才是选购的最大因素 基本上有六种租房 长租 短租 整间租 分房租 包租 和转租 当然不是每一种房产都适合六种租房 所以购买时必须知道你的回酬方式 只要租金能抵过你的分期贷款 创造现金流 就是好房产 一般在地铁 商场附近 都能找到这类房产投资 投资第三类 保值 纯粹只是不想把资金放在银行 为了抵抗通货膨胀 把钱移去房地产 为了得到更高的回酬 这次的分享 让我们搞清楚了购买房地产的目的 以后购买房地产 别只看美不美 或地点 好不好 能够达到你要的结果和目的 才是最重要的 关注亨利聊房产 让你轻松掌握房产秘籍